大家好,我是Mr.Emanso 今天會來講H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Pivot 2 Session A Question 2 看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理解我為何要做這輯影片 又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 請你Poster畫面, otherwise we can go on 第二條是講這個Change of Subject 最後我們要將Subject稱為X 看看怎樣做 由於X現在處理在第一項分數的Denominator 即是分母的位置 看看我如何處理它 做出這些等式的 我們也有個提示,記住 Take the same operation on both sides 一下子我們就會複製XY on both sides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如果你這樣做的話,XY就成第一個分數 當然就可以處理了分母的X XY乘第二項的時候也會處理了第二個分母Y 由於X和X抵消了,所以只剩下AY Y和Y抵消了,所以只剩下XB 然後把X項推到一邊 然後把X頭選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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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X的Polinole 我們就可以成功地把X寫成為主項 亦很快地下班, 多謝大家 由15年開始, 我們有八頭宮女華當年的環節 看看上一年有什麼玩 上一年我們用了交叉雙城的一招 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回到2013年 好, 真是多謝 如果你覺得我是幫到手, 麻煩你幫我分享出去 讓多些同學受惠 我只能夠教你一點的知識神 教你生命, 這次經文是送給大家的 拜拜